中山科学研究院当前正全力推进陆基防空系统导弹的批量生产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根据军方今日的披露 本岛的天宫三型导弹系统已接近完备状态 而外岛防空导弹部队也已顺利完成从天宫二型导弹系统向天宫三型导弹系统的升级换代 此举显著透宽了台湾的防空覆盖范围 并增强了对抗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 为整体防空作战争取了宝贵的反应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被誉为强攻导弹的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 其卓越的性能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变轨导弹的威胁 军方指出强攻导弹已于去年顺利通过初步作战效能评估 并已启动小规模生产 作为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的关键一环 陆基防空系统旨在提升天宫二型导弹的性能 引进天宫三型导弹 并规划了17项设施工程 总预算高达274亿元 尽管项目计划于2026年末完成 但2026年的预算拨款仅为2亿元 军方今日进一步透露 本岛空军防空导弹部队正筹划部署天宫三型导弹系统 与此同时 外岛防空导弹部队不仅完成了天宫二型导弹 向天宫三型导弹的换装 还调整了部署策略 采用固定阵地与机动发射车相结合的方式 以增强战时灵活性并减少战速风险 天宫三型防空导弹能够拦截高达45公里高度的敌方导弹 而中山科学研究院强攻计划 下的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 更是将拦截高度提升至70公里 实现了在更高空域的有效拦截 强攻一型导弹 以验证其70公里的拦截能力 而目标设定在100公里拦截高度的强攻二型导弹 及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的后续测评工作 仍在寄情中 天宫三型防空系统具备防御弹道导弹的能力 中山科学研究院正推进强攻计划的研发 未来与长城预警雷达系统整合后 将极大提升对来袭导弹的情报收集与应对能力 天宫三型导弹系统将覆盖全台多个阵地 防攻后将显著提升防空与机动作战效能 强化东西部防空网络 同时增强对来袭导弹的防御 及对周边重要目标的保护 以全面应对防空作战任务的需求 近年来 台湾在防空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有效增强了安全与稳定的基石 这些成就广泛覆盖了防空能力的核心领域 彰显了台湾对提升防空能力的坚定决心与实质投入 台湾的首要举措是积极采纳引进与自主研发并进的策略 强化防空装备 在本土防空体系的建设中 台湾不仅成功研发了诸如天空防空导弹系统等 自主研发的尖端武器 还通过合作引进了美国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 极大的增强了拦截来袭目标的能力 这一系列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加速 正是对严峻安全威胁的直接而有利的回应 同时 台湾在防空指挥与控制体系的优化上 也下足了攻击 认识到高效 精准的指挥控制式防空作战成功的关键 台湾不断加大对这一体系的投资与改进力度 确保能够迅速锁定目标 做出精确决策并有效引导武器打击 以灵活应对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和突发威胁 此外 台湾还致力于防空武器的持续更新与升级 通过现代化改造现有系统 如升级防空导弹型号 确保其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仍能保持高效作战能力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措施 旨在提升台湾对潜在空袭威胁的及时应对能力 最后 台湾通过加强防空训练与演习 不断提升防空部队的实战能力 定期举办的防空演习 模拟了各种威胁场景下的应对流程 有效增强了部队的协同作战水平和实战操作能力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台湾通过综合施策 包括引进先进技术 武器系统升级 强化指挥控制体系 以及实战训练等 实现了防空能力的显著提升 台湾防务部门深知 在防御能力的提升上 永无止境 将继续秉持多多益善的原则 不断探索和创新 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不断增强自身的防御实力 最近 台湾在自主研发武器领域迎来了一项重要突破 台湾空军于2022年8月 在九龙基地圆满完成了名为 强攻专案的作战效能评估 此次评估充分验证了 该系统在侦察追踪 战斗响应及反导弹能力上的卓越表现 所有测试指标均达到预设标准 随后 台湾空军迅速将后续的量产计划 纳入其整体兵力建设蓝图之中 强攻专案由中山科学院领先 以强攻为代号 专注于增程型天空三型防空导弹的研发 历经数年不懈努力 该项目顺利跨越了作战评估的门槛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原本设计用于拦截敌方导弹 其标准拦截高度为45公里 而通过强攻专案的深化研发 增程型天空三型的预期拦截高度将预升至70公里 从而能在更高空域有效拦截并摧毁来袭导弹 报告还透露 以通过评估的强攻一型飞弹 作为增程型天空三型的一种变体 已展现出70公里的拦截能力 同时 针对更高目标拦截高度100公里 设计的强攻二型飞弹 即另一款急增程型天空三型变体 目前正处于紧张的作战评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 当年8月18日 台湾空军在强攻专案的作战效能评估中 成功发射两枚强攻拦截弹 并精准拦截了一枚把弹 再次印证了该系统在侦察 战斗应对及反导弹方面的强大实力 强攻专案的研发历程 彰显了其高效推进与严格要求的双重特性 不仅完成了研发与评估的双重任务 更在实际拦截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目前中山科学院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专案的最终收尾工作 台湾空军则着眼于未来 将量产计划融入兵力整舰规划 旨在根据多样化的敌情威胁与作战需求 逐步构建起一张更加严密的防空导弹防御网 此番突破 其根源可追溯至1996年 台湾对提升防空反导能力的迫切渴望 为弥补这一关键领域的技术短板 台湾军方将新型防空反导系统的研发 置于优先地位 以天工二型防空系统为基础 中山科学院率先开展了 针对战术弹道导弹拦截系统的基础研究 基于这些坚实的研究成果 后续的防空系统开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并获得了为期五年 总额39亿新台币的专项研发预算 这一庞大的防空系统被命名为天工版战术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极大的增强了台湾的防空实力 事实上 自1996年启动研发以来 天工三型防空系统便历经了漫长的技术基电与测试验证 于2001年成功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 并在2007年圆满完成了首次拦截试验 自2010年起 台湾着手对天工三型防空系统展开初步作战能力评估 该阶段全面覆盖了目标侦测 指挥控制流程 控制引导机制及电磁兼容性等核心环节 历经对战术弹道导弹 绝航导弹 反辐射飞弹 及战斗机等多种目标的实弹拦截测试后 该系统于2013年圆满结束作战评估 紧接着 为引进天工三型防空系统 台湾空军于2014年9月 规划了高达748亿新台币的预算 只在2024年前 购置12套子系统 逐步淘汰老旧的英式防空导弹系统 并规划未来替换现有的固定部署 天工一型和二型系统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每套天工三型的购置成本 仅为爱国者三型的六分之一 维护成本更是低至其十一分之一 天工三型防空系统配备的雷达系统 侦测距离超过400公里 能够同时锁定150个目标 并具备同时应对24个目标的作战能力 专注于拦截高速吸气时威胁目标 其量产型号的有效射程达到45公里 远超爱国者三型的15至20公里 虽略逊于增程型天工三型及爱国者三型的60公里射程 但仍展现出强大的性能 鉴于台湾对高性能导弹需求的日益增长 中山科学院于2018年启动了新厂房建设 以适应多样化导弹生产需求 成功将天工三型防空导弹的年产量从48枚提升至96枚 为进一步增强天工三型导弹的性能 中山科学院自2014年起启动了强弓专案 专注于增程型天工三型的研发 该项目在五个财年内投入超过70亿新台币 目标是将射程提升至70公里 自2020年起 中山科学院多次进行试射 模拟天工二B型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场景 台湾空军于2022年8月完成了该系统的初期作战评估 并于同年2月宣布测试成功 正式步入量产阶段 这一系列进展标志着天工三型防空系统 在提升台湾防空实力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为台湾空中防御构筑了更为坚固和先进的技术防线 早前据可靠消息 强弓异型飞弹 作为增程型天工三型飞弹的衍生型号 已成功通过作战测评 其拦截高度预升至70公里 超越了现役的爱国者三型飞弹的拦截高度 至于更先进的强弓二型飞弹 预计其拦截能力将攀升至100公里 目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评估 整个研发与作战测评流程 均遵循既定计划稳步推进 不仅完成了既定任务 还成功拦截了非测试性目标 现中山科学院已顺利完成项目结案 台湾空军正筹划将强弓一型飞弹的量产计划 纳入兵力建设规划中 只在构建一个更加立体化的防空导弹防御网络 以全面增强防空作战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强弓一型被视为增程型天工三型的一种 但其技术特性已使其蜕变为一款独立的导弹系统 该飞弹搭载了高效能微波功率放大器 能够精准锁定并摧毁来袭的弹道导弹 其作战效能与使用寿命均超越了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 此外 强弓一型还引入了新型敌锥设计 弹体复合材料及优化后的导弹推进系统 这些创新技术显著提升了其性能 使之凌驾于现役天工三型之上 强弓一型飞弹 直径约460毫米 长7米 重1635公斤 最大拦截速度可达4把克 与量产型天工三飞弹相比 其独特之处在于 采用了两段式推进器设计 手段火箭将飞弹推送至平流层后分离 随后四段侧向推进器启动 实现高空机动 飞弹的轻量化设计 包括采用复合材料 FRP 不仅减轻了重量 还在固体燃料的推动下 进一步延伸了射程 强弓一型防空系统 由发射系统 导弹相控阵雷达 指挥中心及辅助车辆等构成 每具发射架 可装载4枚飞弹 采用垂直发射方式 展现出全方位的防御能力 发射时 系统通过调整液压支柱 使底盘水平 随后发射 驾将飞弹垂直送入空中 该飞弹融合了雷达与红外双模制导技术 即便雷达受到干扰 红外探测器也能持续追踪目标 此外 系统还借鉴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机动性相控阵雷达技术 进一步增强了作战效能 起初 台湾曾考虑 采用配备四面阵列天线的 N2T战术防空相控阵雷达技术 以提升探测与反应能力 然而 受限于其最大探测距离 仅240公里 难以满足对广阔海域的监测需求 台湾最终选择了 通用电器公司的 HP高功率雷达系统 这款S波段单面相控阵雷达 依托固态收发单元和电子扫描技术 最大探测距离可达450公里 有效探测范围约为300公里 由于HP雷达体积庞大 原计划的地面机动车载部署方案难以实施 最终采取了固定式部署方式 基于此 台湾深入研发了机动型长白雷达系统 该系统在常态下天线保持平放 仅在激活时迅速抬升 其探测范围固盖90至120度小 但工作时天线固定不动 不支持左右旋转 长白雷达尤为擅长高速弹道导弹的侦测 并具备卓越的快速反应能力 能在极短时间内同时追踪并扫描 超过100个高速空中目标 一旦发现潜在威胁 它能立即启动程序 确保天宫三型飞弹在数秒内完成发射准备 此外 该雷达还融入了频率跳变技术 能在遭遇干扰时 自动调整通信频率 保障通信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为增强机动长白雷达的生存力 系统中增设了两台电子诱饵车 这些车辆在雷达面临反辐射攻击时 可释放诱饵信号 有效误导敌方反辐射导弹 保护雷达安全 机动长白雷达车 不仅装备有雷达天线 还搭载了一间宽敞的车厢 内部或设有操作舱室 暗示其可能兼具指挥控制功能 增程型天宫三型防空系统 拦截敌方导弹的过程 可概括为四个关键阶段 首先 由机动长白雷达对来袭目标 进行弹道预测 随后 发射装置将增程型天宫三型防空导弹 送入空中 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根据制导指令灵活 调整轨迹 最终阶段 当导弹接近目标时 其雷达巡的气启动 精确引导导弹直击并摧毁目标 与此同时 台湾不仅持续推进 天宫三型异形飞弹的作战评估 也并行展开了二型飞弹的研发工作 预计其射程将突破100公里 并在弹体设计上与异形有所区分 此外 台湾还规划了天宫三型防空系统新阵地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预计将于2026年前全面完成 这一系列举措 彰显了台湾在提升防空能力与响应速度上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 台湾在武器装备更新 与高科技武器系统自主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特别是在弹道导弹防御领域 天宫三型系统的成功研发与部署 以及强攻专案下增程型导弹的推出 标志着台湾在导弹拦截技术上的重大飞跃 其性能甚至超越了部分线以先进系统 雷达技术与战术指挥系统的同步发展 不仅提升了空中目标的探测与追踪能力 也见证了台湾在自主雷达研发道路上的坚实步伐 同时 台湾正不断完善战术指挥体系 以提升指挥效率与联合作战能力 综上所述 台湾在自主研发武器装备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补武 为应对安全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 台湾仍需持续创新投入 以适应不断演变的安全需求 同时 台湾需保持高度警觉与灵活性 不断加强实力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